多邊形,記得那個多邊形,剛剛同學比較會有問題是那個多邊形 點這個多邊形之後 記得這邊改成3 然後其他地方可以不需要改 直接在這邊拖拉出一個三角形 那拉出來三角形,你可以拉一個三角形 只要是水平撞,水平就可以,底下那條線 是確定水平 再來按Ctrl T 可以讓他往上拉一下 然後再稍微近一點點 那位置不對的話,你可以移過來 不過可能不會剛好是500 如果這個位置,這個地方不是500的話 那你就把這個數字改為500就可以了 尖距,這個地方的尖距 留一下一個尖距大概就可以了 最後把它打勾 打勾之後呢 第一個就出現了 第二個就是旋轉30度 第二步記得是旋轉30度 那旋轉30度記得是Ctrl加T 一樣對不對 請你把中心點拉下來 拉到500500 可是有時候沒有辦法500500 直接修改這邊500 然後這邊也是一樣改500 改完500之後的話呢 這邊再改角度30 對不對 按打勾 那因為我要重複 重複 再重複剛剛的角度之外 而且要複製 所以按下Ctrl Shift加T Ctrl Shift加LT加T 反正就三個先按住加一個T 做完了 OK 應該只要 我覺得沒有很困難 但是就是要抓到那個訣竅 做完之後的話 記得 再把這三個 把它按右鍵合併起來 合併之後有沒有 再做出那個國旗的底色 然後再把它按右鍵 複製那個圖層 複製到它這邊 再移過去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 做完了 今天的部分就完成了 所以 利用這個國徽跟國旗的範例 主要是要讓各位了解 Photoshop的一個 如何先建立 檔案 建立一個基本的一個 一個畫布 假設一個畫布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呢 去做一些事情 然後 并且產生你要的圖 最後當然你 這個圖本身 它會有個圖層的概念 一層一層 也就是你做一個事情 它就給你一個圖層 把這個東西放上去 最後可以把它合併起來 然後最後呢 當然你這個圖 又可以把它合併到另外一個圖 這個圖層 又可以合併到另外一張圖過去 那其實很複雜的圖形 大部分都是 由一個一個的 一個一個部分的這個圖 所合併起來 慢慢所構成的 由簡單再到複雜 所以基本上 主要是 要各位 再了解那個 左手邊有很多的 這個工 這個工具 那每一個每一個 裡面都 躲了一些東西 所以我建議各位回去 如果你對於 Photoshop環境不熟的同學 或許你可以到圖書館裡面找一下 Photoshop書籍一堆 那裡面的哪一些工具 如果你不太熟悉的話 要不就是你可以 先 點 看一下裡面哪個功能 然後呢 或許再找一下 相關的 參考書籍 或者是像 YouTube裡面 也有很多其他教學 你可以去稍微看一下 那進而 可以了解 一個影像編輯 該如何去做出來 那做完之後的話 一樣 請各位 到那個雲端上面 那先建立好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資料牆 並且怎麼樣 再把你的圖給交上來 今天的部分就算完工了 所以 現在好像還沒有同學繳交 越早交的話 相對分數越最高 好嗎 好嗎 好嗎